有請音樂天后泰勒斯的 時代巡迴演唱會 在英國開唱食物場 最近五場在倫敦 讓幾乎跟一個小城市人口 一樣多的粉絲們 湧進倫敦旅行 住宿購買商品 為當地帶來嗆大商機 根據CNN報導 平均一個泰勒斯粉絲 會在英國消費超過一千一百美元 約三萬五千塊臺幣 英國巴克蘭銀行估計 泰勒斯會為英國帶來十二點七億美元 超過四百億臺幣的經濟效益 泰勒斯發揮人體印鈔機的超能力 全球近一百五十場門票全部賣光 已經讓時代演唱會成為史上收入 最高的巡迴演唱會 20號倫敦最後一場演唱會 泰勒斯就結束了歐洲巡迴 會在休息兩個月後 回到北美繼續開唱 泰勒斯全球跑透透 掀起各地 禁忌雙雞 華為新聞蔡茨有料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